懂 懂 懂 三個 我生三個 其實你不要看我生三個 好像很容易 因為其實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的生理期沒有準過 所以醫生是說我是 我會生兩 前面這兩個是非常地奇蹟 不需要奇蹟 你知道很頻繁應該就到了 這兩個接的 這也沒有那麼頻繁 沒有 好頻繁 這兩個接得很緊 應該是滿頻繁的 其實你這個在醫學上 他們都說 生了一個之後 它通了之後 電的就會很快就很通嗎 然後其實我生完小女兒 一歲多之後 我又懷孕了 然後懷孕的初期就是 有一點點有問題 你可能打一個噴嚏 你就有可能就流產了 我說如果這樣的話 我把它 拿掉好了 然後因為那時候 周數還很小 所以我是吃藥 他就給我兩顆藥 那就是 中止生長的藥 然後我吃完藥之後 因為我隔兩天還有工作 然後我記得 我就錄一個友台的節目 然後開始一樣 彈花性的 然後我就坐著 然後我就突然開始一直冒冷 冷汗 因為我開始肚子巨痛 然後一停機的時候 快要錄完的時候 我覺得我身上有一股暖流 就忽然這樣子 留下來 我想說完蛋了 我衝去廁所 就 褲子一脫下來 整個 那個 馬桶都是血 買法 然後因為一直都在流 所以那時候我今天錄完 也是直接 送我去醫院 掉點滴 然後從 那一次開始 就更難懷孕 就沒有再懷孕過了 然後就隔了十年 因為我老公是獨子 那我生兩個小孩 生兩個都是女兒 我覺得我好像是 像小學生考試 只有考60分 沒有考到80分 好有壓力 我就覺得我好像必須 要有一個 要生一個兒子 很多人就給我偏方 然後就很多人講說 你要常吃條狀物的東西 就是要一直吃有條狀物的 就是乙型骨型 對 那也是這個概念嗎 那為什麼不吃牛鞭那些的 也有 就是反正只要有一根的 我只要看到一根的香腸的 我都會叫老闆不要切 壓力好大 然後那時候就是去 譬如說也有一種 就是很像那個形狀的廟 去拜拜 然後去磨 有 對 然後我就試過 然後我朋友他有就是生 因為他有生兒子的壓力 所以他也給我中藥 然後去喝 然後我也喝了 也沒笑 然後還有就是生男生女的 那個 青宮圖 對 青宮圖 對 青宮圖 然後我也就按照 你有 不是 那不會一百塊是你跟你老婆 這是2022年的青宮圖 對 大家如果想要看 還有分年份 有分年份 要看農曆 農曆的話 那我大概就是大概1月多 然後我們要看妳的 實際年齡是幾歲 對 來看 到45是什麼意思 就是 極限了 就是極限了 但是現在醫療可能 可能還是非常的發達 看不清我們 我們唐大師 不是 因為那時候清朝 基本上到世室 醫療沒那麼發達 是喔 對 那現在是比較發達 對 那其實剛剛妹姐講的這個 我也很有經驗 對 因為我老婆也是 那時候為了生小孩 我們為了想要生女兒 因為我覺得 女兒才是現在最值錢的 那時候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也是 參考了青宮圖 然後去努力的 在那個地方用力 然後結果呢 就生錯了兩個兒子 妳說是準嗎 所以妳也參考過這個 清宮圖 目前 妳準嗎 她覺得準啊 我覺得 我 我覺得不準 真的喔 因為前面兩個都是女兒 其實對我來講 我覺得小孩子健康 很重要 然後我本來就是想要生三個 對 所以那時候就 你想事成啦 你看 對 心想事成 但是後面也很辛苦 醫生本來就說 我的身體本來就不太是 就是要會受孕就已經 滿厲害的 然後我懷到第三個人的時候 是我真的要放棄的 因為我隔了十年 然後當我放棄了隔年的時候 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 我身體 我那一個月我就發現 奇怪我身體期怎麼 就是又慢了 但我本來就是慢的 然後我就覺得怪怪的 然後我去驗的時候 有兩條的時候 我就這樣抖著跟我老公講說 反而自己確診對不對 會 搞錯 確診 我就說 那是閃光 有兩條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快要三個月的時候 我就有點受不了 然後我就去 我就去那個診所 我就說 我就是有點不太舒服 就是有點頭暈 我年紀大就是腰痠 找理由 就找理由去照超音波 然後照的時候我就跟醫生講說 這個週數看不看得到 因為政府規定就是 20週以前是不能公布性別的 然後醫生就說 沒有那個 現在週數還太小啦 就是 看不出來 然後因為旁邊的護士 他有認出我來 他可能知道我很渴望 想要一個兒子 他就在旁邊說 我看好像是兒子 然後他講這句話 我就說真的假的 然後我就看到醫生就 鞋顏了一下那個護士 然後我就 我就說真的假的 不能假 我說幾層 我說醫生你告訴我幾層 你有幾層的 醫生就說 對啦 好像是男生 然後我就說幾層 他說 大概七層 因為之前我真的 為了想要生求職 真的很辛苦 我想到我們前幾天開會的時候 他們幾位都有 很難受孕的體質 對 這個是 這個是現代文明病之 其實受孕的原因 什麼都有 好可憐 吳醫師 都變醫生了 吳醫師 對 其實都是女性的婦科為主 當然 都是女性的婦科 而且現在好多女性 年紀輕輕的就什麼 巧克力囊腫 對 巧克力囊腫 多囊性 不正常 不開軟的意思 所以婦科等於 就是女生的第二個心臟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去找 也就是說如果 你有準備要生小孩 你應該要早早地就去做這些 精密的檢查 對 很多人在結婚之前都會做這個檢查 我懷孕初期就 開始出血 哎唷 然後一直到後期 我就血越來越多了 然後我記得最後一次 那時候我已經25 6週了 就已經6 7個月了 然後我老公那一天半夜 我又出血了 然後我就拍給醫生看 然後醫生就說我覺得你要來 診所檢查一下 然後一去一檢查 醫生說你已經開兩指半了 這麼早 要出來了 對 然後我就說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醫生就說可是 如果臥床 你如果羊水隨時破的話 或是它一直在開的話 你不行 因為6個月小孩子 那時候照 我的寶寶只有600克而已 天啊 然後我就說那怎麼辦 我就很緊張 一緊張 然後我的那個 就有點供縮 然後醫生就說 我要幫你動手術 不能再等了 所以我那時候是24週 然後去做 然後做完手術的時候 我就開始臥床 然後那時候醫生就說 要乖乖地躺 你綁住了不代表 寶寶就保健康 因為如果羊水破的話 你還是要生 所以他那時候叫我 就叫我就是要趕快養胎 把那個寶寶體重養重 然後結果要38週 我肚子已經受不了 然後那時候本來要催生 但那一天就是肚子痛 然後我就去診所 開始要生小孩了 等到晚上都還在量子半 然後醫生說奇怪 怎麼會這樣 他說我幫你照一下超音波 然後一照小孩子超過4000 好大喔 然後他就說頭 很大4000很大 聚陰 然後他就說你怎麼會這樣 你三天前我們量 超音波才3700 為什麼三天後變4000多了 對 妳吃什麼 又吃什麼 我就說我 醫生就說 那個4000以上的話 剖腹產健保給付了 他就說那我們去剖腹吧 他說你這個頭太大卡了 很難會卡住 因為我兒子頭圍是5 很大 他一直穿腿 抱來給我們看好快吃 這個小孩也很給力 對 他也想努力長大 所以他就變得很便宜 他有聽到媽媽的辛苦 真的